今天要跟我們五十九塊出什麼好菜呢 炒高麗菜 炒高麗菜 對 炒高麗菜 炒高麗菜 對 炒高麗菜 對 炒高麗菜 我其實要聽起來 這個菜很普通耶 普通普通耶 我告訴你 平凡當中 見真貴 就是這幾個 真的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對 我們快來看看 我們快來看看 我們要怎麼處理 是喔 我們現在休閒才有兩個高麗菜 不過阿基莎我請問一下 現在高麗菜說很燙的 對 對啊 要怎麼逛比較好 我告訴你 這有祕訣喔 當然有祕訣 不是說燙就是賣喔 不是 也是有貴的燙物 什麼叫做貴的燙物呢 貴的燙物 你看起來很燙 但是它是很貴 因為你正常去買到燙的品質不好 你不如不要買 這樣跟我一樣 對不對 高貴不貴 那像我貴 夠夠夠夠讚 來啦 我們來看看 好 一般我們觀眾朋友就是說 感覺說吃青菜就是吃壓力素 對 吃健康 吃纖維 纖維 但是我們話說回來 其實高麗菜 如果要拿來炒我們今天這個 蝦根肉 要趕快膏 炒才會滴 怎麼樣 我們注意看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我們如果看高麗菜 外表像是這個這樣 清淡淡 漂亮 清淡淡漂亮 對 但是不好 是喔 這麼吃高麗菜要好 要怎樣 整顆拿的手袋 一斤十八 而且是白色的 不是青色的 所以高麗菜要挑比較白色 不是青色的 一般我們的觀念是說 越青越好 其實不一定就對了 不一定啦 不是說青就不好 但是青空就是高麗菜家 它的切度 它的膏骨就比較薄了 你在切的時候 盡量大碎片 讓它切胆膏形 不要緊 切胆膏形 不要緊 好 來 胆膏形看起來碎片 但是切起來 吃的口感 它的視覺效果都會比較好 我們不是用菜 這鍋子要做什麼 OK 我告訴你這鍋子是燻水 燻水 我們是煮這個高麗菜 我現在焙開了對不對 然後裡面 湯給軟一點水拿起來 不是要灑熟 一般如果我們專業餐廳裡面 它才會拿去用油去浸 對… 不怪我們外面餐廳吃的時候 油亮… 油亮 是用油去浸 用油去浸 但是你水先浸一下麵 刮去 那芹菜又很費工 不會… 你現在看我們怎麼表演 好…來 我在這個水裡面 我先拌一些油 喔… 放一些油 油加一些沒關係 油加一些沒關係 它的油的問題是怎樣 油的問題就是說 可以拌勻 我們剛才過油這個動作 喔… 一樣煮起來 是 是 油亮… 而且 你整個都拿去用油去 你的油 只要整個油裡面全水 很快這個油就壞掉了 所以我知道 我這樣跟妳學一陣 有心得 我知道阿姨西亞都掃油 掃鹽這樣 這樣比較健康 對嗎… 對… 你現在給我注意看 我現在水滾來 油放這麼多 是… 可以把它揉一揉 有嗎… 放一個 水滾才放進去 對… 水滾才放進去 有嗎… 你現在… 它記得這個沈裡很燙 對… 它剛才滾得很厲害 油要淋下去 油都煮熱度把它蓋在牆上 這樣夾一個動作就好了 好… 你這個水 你還不用怕勝 這個水可以拿來炒麵 煮紅燒的料理 都很好吃嘛 不用倒掉這樣 不用倒掉啦 可以再利用就對了 你看看 下一道菜 剛才鍋底會有 放那麼多油 現在所有的水裡面的油 都給我們在這裡 好 好 來 咖哩菜 搞定了 搞定了 對 皮跟肉放進去炒 好 好 現在肉 差不多 邊上都起黃黃這樣 對 我們待會兒有一點點 現在比較多 來 香味都出來了 好 來 蒜頭 這個不用說怎麼多土味 這樣去拼 是不是很香 雞很香 辣椒 辣椒 嗅味都出來了 還好啦 好 香喔 香… 來 煮這個灑好的 這個 包括野口 淡沫菜的湯好不好 都放進來 現在要輕輕這樣炒 所以我們是 培根 等於說是培根先炒炒 這樣就對了 對 我們現在就可以放鹽了 是 我現在 放一點點鹽 是 對 放一點點鹽的糖就好了 放一點鹽 我們不要放味道嘛 兩顆肉就好了 好 好 這樣就好了 來 翻炒好嚼 這樣就軟了 這樣就軟了 我跟妳說 我們吃高麗菜是 軟中掛青椒 軟中掛青椒 對 不是滷白菜滷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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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這就軟啊 我要試試看 哪有可能 那也不可能 我都去整補給它 很軟 我跟妳說 妳試試看阿基菜這個五十九 看培根高麗菜 它是軟中待硬 軟中待硬 對 可以吃喔 他們快來日子 先讓人試試看 好吃 我是最平衡培根的肉 都放在高麗菜裡面 好好吃 再點個名字